最近一段时间 日本千叶县两处海岸接连发现有海豚搁浅 数量合计超过40头 据报道 当地时间4号早上 有8头海豚在东京以东的千叶县 移于海域和一宫海岸搁浅 其中4头可能已经死亡 此前一天 33头海豚在这两处海岸约500米长的海滩搁浅 其中3头死亡 这些海豚身长都在2米左右 估计已经成年 在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 存活的海豚被送回大海 日本当地媒体报道说 搁浅的海豚学名叫刮头鲸 通常在热带或亚热带水域出没 但春季会北上觅食 专家推测 这些海豚搁浅可能是因为游得离海岸太近 而那里水温低 导致它们体力下降 难以自行游回海洋深处